美股的经济转差失业的人数增加 那么银子盘也大幅度增加 曾经倒行施工业平均指数 在星期三曾经大跌265点 也拖累到港股的星期二至四 大幅度下跌700点这么多 曾经两度跌破了21000点 不过港股应该是有支持的 因为蓝筹股公司公布的业绩都相当好 除了港交所之外 港交所中期盈利为胜3% 但是其他的全部都大幅度上升 好像是中国海外腾信东亚跟利丰 本周公布的蓝筹公司的业绩 都有50%以上的增长 那么就是说港股现在的市盈率是非常的低 那么就是按市盈的例来讲 港股的应该还有20%的上升空间 所以下个星期看港股应该是止跌回升 谢谢大家